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荷蘭園大马路德美大厦一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 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构式 经过调查之后 起火原因怀疑是单位内的电线短路 烧着了纸皮引起 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检察院完成一中23岁青年涉嫌强奸多名未成年人案件的征信检控工作 承办检察官分析案情及证据之后 认为被告以威胁、暴力等手段强行 与多名未成年少女性交、触犯强奸、对儿童之性侵等罪 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排期审理 西蘭湖广场综合旅游项目的公众咨询意见分析已完成 项目会在明年初分阶段公开照表 项目规划设有美食广场、商业手信街、特色餐饮区、露天剧场及公共停车场 新方案的美食广场摊位有45个、手信街摊位15个 另外计划放置一艘西式船房作为特色餐厅 承规法工作小组公布救私承规草案及配套法规的公开咨询结果 一共收到65份660条的意见 主要关注11项议题,包括承规委员会、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等等 其中,公众最关注的是承规的立法意义 承规事情及咨询方式并普遍认同有立法的需要 经济财政司司长谭达元表示 金融管理局关注外来资金进入澳门的情况 为了预防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政府早前已提出措施做好部署 但现阶段看不到有强大资金流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你现在收礼的是莲花卫视现场直播互动节目澳门开港 我们今天探讨的有关善丰和巨妇的后续问题 欢迎各位家庭观众打来一起讨论 电话是2878-9192 2878-9192 网友亦可参与网上讨论 我们现在先看看网上讨论有什么留言 有网友说 觉得政府做事一向是两种标准 穷人受苦,低下人士受虑 希望澳门大众今次认清政府团结一致 做好监察的工作 有网友说搞来搞去无非都是个浅字 所谓公义和公正是利益的分配方法 跟人不同的名字客观上是正常的 另外有网友说 你犯法还敢叫人支持 又想纳税人跟你埋单 这样纵承世界 还有网友提到 虽然他一向不太喜欢这个政府 但今次就支持他们 觉得巨妇和善丰是两个个案 根本不能双提并论 政府已经说了巨妇是因为居民自己 潜建搞到倾斜 并不是本身大厦有问题 亦不关福宁大厦的拆楼事 居民自己违法在先 为何政府赔给你们 加上公务局已经在一年前说了要收复 但他们自己不理会 网友的言论先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看看 有关巨妇花园的后续新闻片段 已经被公务局列为危留的巨妇花园 政府示意小月主需要自行侵察 公务局局长贾利安说 楼宇结构出现问题 是巨妇花园十几户小月主的责任 在去年透过委员会发出了 也跟小月主开了一会交了一个严流报告书 叫小月主自己也要小心一点点 因为你要尽量尽快做这个装顶 做不好这个情况再恶化了 我了解到小月主那方面 在装顶没有做过任何支撑的工程 按照我所知 所以导致到今天这个倾斜度有变化 贾利安说根据检测数据显示 巨妇花园倾斜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地质和大型浅建问题 包括浅建素层通天部分 和加建天台屋等等 资料还显示和旁边的 福宁大厦拆卸工程无关 有专家说即使地盘工程会引起震荡 也不一定会影响楼宇结构 什么的震荡才可以承受 什么不可以承受 工程上也有一定的规范 比如由它的加速度或者震幅里面 来决定究竟这一个 对于一个木制的楼 砖砌的楼或者钢金型套的楼 或者用钢结构的楼 它都有一定的规范 就是说你必须要承受 哪一个范围里面的一个情况出来 所以它很难说是否一定有震荡 就一定会影响到它的安全 我相信没有这个情况 因为车走过也有震荡 另外对于巨库业主要求安置条件 和善丰花园一样 公务局强调两个个案情况不同 又说如果去年巨库采取加固支撑措施 现在就不会变为危流 看完片和我们现场嘉宾谈谈谈 先问一下余生 其实最近关于楼宇的结构安全 澳门成为一个最新的热话 最新的善丰花园 也是巨库花园 而且两个的 无论是报道出来的成因 和政府的处理手法等等 似乎都不尽相同 或者我们先讲一下善丰花园 计出了这个初步报告之后 政府承担了开楼的酒店费用 和两年的一个遵坐 给一些住户 出去其他地方可以继续租楼去住的做法 甚至乘建设也走出来 就是愿意和政府一起承担这些相关的费用一段时间 其实对于政府今次的这个处理的手法 你怎么看 我觉得政府比较是着紧 也都回应政府 他已经说了 在2012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有提及有个危机处理的机制 看到特首马上召集跨部门开会 处理都比较快 在香港大学一个报告出了之后 马上已经向公众公布 透明度相当高 你看到处理是很快 还有有秩序地进行 住户也都较为满意 民间的评击都比较少 这么重要的事情 能够处理得比较快的时候 就减少那件事 是继续发烤下去 我觉得政府做的事是及时 但最重要也要听听市民的埋怨 埋怨有时可能是无理的 有时可能是有理的 政府要分析 包括你听病人说的病情 可能我对比巨夫花园和旋锋花园 两个病的病情是不同 病况也不同 但政府是不是都要救一救病人 无论病人是自己可能折磨了自己 他吸烟 肺有事了 那你是不是不医他呢 都要看怎么看出他 虽然两个个案肯定是不同 但政府应该在政府的立场 尽量去协助他们 毕竟 虽然你说一年前公务局叫他做一些庄署 但没有强制叫他一定要怎么去做 如果公务局认为是这么危险 又要强制他去做 帮他去搞定的时候 就不怕病到今时今日 病到有生命的危险 不拆不行 要出公告马上 初头说30天 后来就说45天 一定要拆 我觉得政府如何尽量去帮病人 而不是说两个不同就算了 当然是不同 但看看做到什么 尽量去做 或者问一下胡先生 其实我知道胡先生有关注 譬如善丰花园 整个调查的过程 后续的报告等等 其实对政府今年总体的表现 或者说后续的 对于一些住户的 一些遵坐等等的措施 你怎么看 其实近日居民的反应 都是朝向好那方面 最初就是因为未知识 问题在哪里 当初步的报告出来之后 其实政府即时都做了一个处理 例如说两年内不失而居住 作为一个有问题的楼宇 立即发放了一个遵坐 刚才也提到的 但一方面就呼吁一下政府 因为其实一个详细的报告 是一个责任的所在 正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 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但始终一个私人的楼宇 本身小业主也有责任 去维修自己的楼宇 如果是被一些其他的因素 导致财物损失 它是有一个权利去追究的 它从哪一方面去追究呢 当然它应该可以从一些刑事 或者在一些责任上去追究 这些证据从哪里拿出来呢 可能就是等政府为他们做一个报告 这方面其实再说回今次政府的做法 当然就是比较适当 刚才余先生也提到 市民上或者是一个舍论上 都比较正面的 但希望尽快 因为好像未有时间表 什么时候出到呢 是不是因为两年内才出呢 我想这里政府 或者是在不定的时间 有一些初步的报告 再有一些多些资料向外公布 就是不要说到最后才提出来 还有即时做那个临时支撑 加顾的措施是非常之有效的 因为听到看回他们的报告 就是加了支撑之后的三天才开始稳定 就是加了之后还是有一些的动动 到现在有没有再动呢 其实我相信都是比较稳定 如果不是应该希望政府 将相关数据即时发布 因为除了这个住户搬走了之外 其实邻近地区其实都是有市民在 的确是邻近那几栋的建筑物又好 以及这个住户的安置 暂时只有一个临时的安置 两年之后到底会怎样呢 我相信其实现在更加期望 政府有一份更加具体的 一份更加完整的报告出到来 才再决定下一步 可能尘封花圆怎样去处置会最好 其实除了善封花圆之外 还有巨库花圆 其实最近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现在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视频嘉宾 有巨库花圆的住户潘太在线 潘太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其实都想请问一下 刚才都看了一些片段 大概知道 其实杜封花圆现在被当局 认为是一个有即时危险 一个危险 也都限定了住户就要尽快 有一定时间里面要搬迁 要撤离 或者问一下潘太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情况很彷徨 因为现在我们业主都没有答到共识 希望政府还是在关注我们 希望未拆楼之前 可以好像善封那样调查小组 帮我们调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到危险 假局长一比说是签建问题 其实是很难去接受 澳门家那么多签建问题 实在很难去接受 或者其实想问一下潘太 现在旧花圆成为了一个 即时有危险性 就可以说是一个事实 其实要照顾签出 其实都是一个保障安全的做法 你觉得你希望期待的 短期内有什么进一步的措施 譬如说安置方面等等 你们有什么希望呢 有半数的住户都没有地方住 我自己本身很早就搬出来了 他们是很需要社工去跟进 希望政府会有些租金津贴 或者怎样 是的 有个公公婆婆在三楼住 她的儿子是失业的 但是社工就推他 就说他有具福这间屋 所以他没有资格 其实是很惨的 但是其实据你所知 譬如说其他住户 有没有说政府都有主动安排一些 临时的安置措施 譬如可能是一些临时的中心等等 给他们去安置 或者住户的那个反应是怎样的呢 社工局曾经提出过 如果有需要去清州灾民中心 但是他带我们去看过 全部都是大备用的 就是厕所也是一起share的 厨房啊 房间啊都是没有私人的 然后公公婆婆更加不可以用 他们行动不方便的 或者和潘打暂时谈到这儿 我其实听了潘打的情况 其实关于这个巨虎花园 其实近来媒体都有报导 或者问余先生 其实对比两个个案 虽然刚才说 可能不同的病因要不同的对待 但是社会上有些声音觉得 会不会好像厚似薄皮呢 或者你觉得临时有些什么的安置措施 需不需要对这一批巨虎花园的住户 都要政府去适当提供一下呢 绝对不希望厚似薄皮 其实政府应该要认识 看看他们的苦放是怎样的 刚才潘太说到 迁建的地方都有 这个确实 你见不到其他的迁建的低层楼宇 都和巨虎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个案亦的数目为数不是多 我觉得当务之急 是看是怎样去照顾这些住户 而不是现在追究责任 不知正如刚才胡先生也说 一些追究责任可以另外去进行 不表示不追究 但另外去进行 看是怎样去安排他们 我又举个例子 譬如一个人他开车 可能他不对的 但被人撞倒 他不对但别人撞倒他 是不是都可以赔呢 在澳门的做法是这样的 你过保险 如果认为有不服 保险公司有问题的 就过法院 但是你见到 正因为有辆车 他是拍得不对 拍路边不是拍位 但另一辆车撞倒他 是要赔 那辆车拍得不对 你追究他拍得不对 另外抄他牌 罚他钱 就另外计 在这个时候 不要只是骂别人偏见 如果是这样有点凉薄 我希望先照顾那些住户 而且户数不多 大概是12户左右 看看如果照顾他们 需要用到多少公帑 又或者社会上有没有热心的人士 能够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恩述的事 这个是发挥到澳门和谐社会的功能 我们或者先听一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黎先生在线 黎先生 你好 你好 黎先生 你好 余老师 黎先生 你好 胡先生 你好 今晚和你们讨论的话题 都是离不开旋风和巨庫 我觉得政府今次的做法 厚屎薄屁 为什么呢 因为解理安局长说 巨庫是自己拿来的 一个潜见 我想问善丰大厦的住户 他们有没有潜见呢 都有啊 三十人高的脚楼 我看那些影片出来 大家互互都有发挥前面的 公务部为什么以前不跟进呢 好像有位住客说 两个单位打通了 他打通了 有没有影响了他等待一下呢 我不是质问住客 今次善丰大厦的住户 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也很关心 黎先生 如果一年前公务局说 他有些危险 要做些装顶之类 如果当时那些占件物已经存在 是不是公务局都要处理呢 是啊 没错 公务局那些住户 有居民有文件给他们 说 认为大厦有百里地盘的开工影响 但是 假定安局长说 只是投诉噪音而已 我只是收了一份噪音 你不要骗人啊 你要拿回文件资料 我们澳门居民交代下 同时还有 关于关于善丰的问题 善丰的承建商或者建筑商的问题 好像关姐那样说 一定要追究责任 或者要凍结 或者要凍结他们的资产 但是 那承批法还没出噢 那又说实行不了噢 你这样叫我们的居民 怎样给意见呢 余先生 胡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希望 公务局 现在开始就要将 有问题的建筑商或者城建商 其他的楼域 包括京屋也好 社屋也好 或者是高级的楼域也好 由现在开始就要公务局 一定要严厉 强行严谋 将他们所建好的一定要严谋 哪一棟有问题的呢 就要他们负责 所以就希望公务局 维修 成建商和建筑商 就给我们居民的信心 就好像现在我住那里都是了 就是不知哪里影响呢 那时候说中浦 我们隔离中浦 学校建的那时候 就 挖心了一个地方 就变成水质有问题 流动有问题 影响到现在我们第二期 那里就开始有沉降的现状 所以呢 就希望公务局 一定要强行将 现在 善丰 花园 以前的建筑商或者城建商 其他的楼一定要强行去严谋了 那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追究应该多方面 就是除了在建筑过程 另外他所用的水泥 还有工序等等 这些都要追究 好 或者多谢黎生的电话 黎生觉得处理好像有些厚恥薄皮 还有就是对于 除了安置之外 其实对于一些即时的处理手法 对待流雨的 包括一些加固措施 或者调查方面 似乎当局在两个个案里面 都有些不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你现在收睇的是莲花卫视 现场直播的回动节目 澳门开港 我们今天探到的 就有关 善丰和巨库花园的后续问题 现在在我们视频那里 亦都有巨库花园的住户潘太在线 潘太 是 关太你好 或者都想请问回来 其实对于政府坊间有些声音 都觉得厚恥薄皮 除了在住户的安置方面 其实包括一些可能事后的 加固措施 或者一些调查方面 是不是都有些不同 你觉得这些方面 是不是都要改善 是啊 其实我们巨库花园 都希望政府可以一时同仁 就是调查小组我们都很需要的 是 因为实在太模糊了 因为公务局公布的原流报告 一下就说土质有问题 一下又说潜见 是吧 现在一一推翻 就是说潜见 就是我们其实都想 就是死因不明 我们都想希望政府能够查清楚 帮我们查清楚原因 让我们知道究竟是什么 责任人是谁 我想请问潘太 其实政府那方面 有没有具体就那个 研楼报告的一些内容 和你们去交代 研楼报告都是初初那个 就是上一年 10月份那个 但内容是基本上 你们都有看过的 是吧 有啊 有啊 但现在就希望说 好像其他的例子一样 会不会有一些 专责的调查小组 去跟进这个个案 是啊 我们很希望政府再跟进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 他们提出的原因 全部都很搞笑的 就是他说 土质问题 因为你们是赛地 那些原因 一会又说 你们是花蓝脚啊 其实那个年代 建楼全部都花蓝脚啊 是吧 一会儿很多 一会儿说 水土流失啊 又关我们 我们问是否关政府 整天挖路的事 因为我们 大闲口呢 一年都挖两次的 就是那时的地盘 施工前和施工后 都挖到很深的 是啊 很多原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 甲局长 就已经推翻了 就说是我们的前建问题 但是那时他提出的时候 为什么不发封信给我们 就是一年前了 为什么不发封信给我们 叫我们全部拆掉 就是强制性我们拆 如果不拆 就政府拆 是吧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现在就说一味是我们的问题 自己导致到这样 就是导致到这样 今时今日 是很不公平的说法 是很不负责 好 明白 多谢潘太的意见 先问一下胡先生 其实包括潘太 和刚才的家庭工作黎生 指出就是 口齿薄肥 除了对于赵金安置之外 似乎政府对于 建筑物的一个即时的加固 或者是跟进 或者调查等方面 好像多些不同 善丰花园 直接在外地 请专家过来 专门去调查 但是似乎这个 就直接是 告诉你 潜建物的即时要你拆除 等等的一些跟进 力度好像不太足够 或者我借用余先生 刚才形容医生这个专业 其实我们作为工程来看 因为善丰 就等于一个 入了急症室的病人 入急症室是即时要去处理 巨库是否一个 戒政是可以轮候的 排期去看的 我和这个例子 大概都知道 为何善丰会即时去处理 政府在这个方面 是处理得非常之好 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巨库的问题 当然 其实有些时候 你将以前一些相同的 例子拿出来 就是拆卸潜建物的问题 其实坊间之前 政府要大力拆卸潜建物的时候 很多市民都提出 你可不可以一刀刺 我们装了的 你不要让我拆 你拆卸最有影响到很多事 其实一方面就叫政府拆 一方面就叫政府拆 其实政府现在处理的方式 都比较弹性 就是如果有人投诉 或者是影响到消防的 影响到结构的 政府就即时去处理 在巨库这个事情上 是否政府是否有责任 我觉得刚才业主提到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觉得 我的潜建物是真的有问题的 为什么你不给建议 因为没有强制 这是另一个问题 报告里面出现了一个傾斜 出现了一个寻陷 你如何处理 除了加固之外 是否应该减轻负载 对于潜建物的拆卸 是否也是一个補救方法 医生医人除了食药之外 用肿刀 也是可以开刀 譬如肿瘤 假设是肿瘤 都要用药去治疗 是否有提到 告诉居民去听 有一件事我都想提提 不是每一个居民 都有很充裕的金钱 去做一些额外的支撑工程 费用是多大呢 政府这方面 是否可以提供到一个 譬如借贷 因为在房屋局里面 有一些维修基金 是否这些可以特事特办 因为澳门这些例子 其实不是真的巨虎一单 这么少的 其实有些很轻微的倾斜 有些很轻微的 其实以前都处理过很多 当然这个也是反映了 全澳市民的一个问题 有些网民都提到 如果这个例一开了 巨虎这个问题 一年前已给了一个报告 你不去处理 现在有政府帮你去善后 当然会产生其他后避症 我相信政府也是 刚才余先生也提到一件事 好的政府就会听 不好的政府也会分析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有一个处理机制 就是如果也要关心居住的市民 他有没有能力去做支撑工程 没有能力的话 政府有什么帮助的方法 一些模式的贷款 或者是找一些坊间做一些慈善团体 或者是如何去筹务经费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 有些公公婆婆 可能因为经济能力比较差 其实这个也牽涉另外 澳门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真的符合一个制度 大家都知道公屋、京屋 其实现在有很多单位 是不是这些环境比较好 我相信这个方式 是对于其他澳门的市民 都乐意接受 如果他本人真的符合了公屋 或者京屋的身份 当然现在就没有再去登记 没有再去做 但如果特事特办 现在也有公屋在 先让他们住 解决了微言之急 至于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座大厦已经要拆捨 要求拆捨是危陋的 我也希望事业主方面 尽快找方法 或者社会人士去帮忙 即时去拆捨这座大厦 如果不是的话 将来由于这座大厦不拆捨 而引起其他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一个计时炸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拆捨的途中 在拆捨的过程当中 对于鄰近的房屋 你如何去保护 对于鄰近的房屋的现况 你如何去减定 如何去量度现在的问题 我想政府也可以给多些协助 我们在专业人士方面 也希望就专业给多意见 因为好像医生那样 纯粹是一个专业的意见去做 明白 或者我们先听听家庭管仲的电话 有欧阳先生在线 欧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关于旋锋大厦 和巨库大厦的危陋问题 事情的悲劇 两个都一样发生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 我觉得它是很不作为 你资助问题 支援问题 你只是支援的善风 你是不支援的巨库 大家都和你是一个政府的指民 为什么你的队是不同的呢 你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市民身上 那些高官基本都是不作为 你这样不作为的态度是不对的 不可以混流视听 在这里把责任推给了市民 他们的住客 但是不要误会 我不是巨库的 首先表明我自己的立场先 问题上现在政府的官员 可以用几个字送给他们呢 四不四无四送一汤 那四不呢 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 那四无啊 无德无能无法无天 是吧 怎么四送啊 那些利益是送给那些财团 利益是送给那些社团 利益是送给那些传媒 利益是送给那些官商勾结 是吧 这一汤啊 现在这个官员就不作为 全部拿去 拿去烧锅 滚个凉汤出来给那些市民喝一下 是吧 这些东西 慢慢去解决 慢慢磨 你们既然将责任推给他 又说他潜见 又说他成 是吧 悲喜发生 就不会将责任推给每一个市民的了 政府一定要首先 怎样解决了它 承担这个责任 就算全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政府 都不算是俘虜 什么人哪个国家人 你全部都要救的 是吧 那就解决问题 所以搞到社会 政府的资源分配 绝对是不公平的 是吧 这都是社会资源的分配 好像胡先生说 做了救急扶危的事情 追究责任 另外再去做 没错 我还举个例子 欧阳先生 等一个人 他吸毒 是不是已经不对 但政府都安排他 吃美花 美沙铜 你都帮他 没错 所以我常常批评 政府的官员是不作为官员 因为处理问题 一塌糊涂 一未批评社会市民 欺盼大众 誤導市民 去找市民去承担这些死猫 你知不知 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人家的身家生命财产在那里 你的政府 既然如此无情 政府怎样追究建筑商 或者其他问题 那些慢慢解决 你当不知 就是告了名 我也希望房屋局 凝聚小业主 马上谈谈如何做好安排 是啊 我就是挑拨社会的茅团 你在怒劲 你只是怒劲 你只是怒劲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错 我见到那些职不作为官员 我是比较怒劲 你也是为市民怒劲 但是来说 你也是为市民怒劲 没错 他寄负当初 首先大一个反应 就是骂大他 把事情 甚至是挂满横压 挂满大字报 把两个脚伸起天台 放下放下放下 我相信 不是这样处理他们的了 明白 如果政府处理问题 你一定要懂他 每天都冲进他的心象 他才会紧张 很明白 凯陽先生有其他意见 其他意见我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 即时处理好 处置好 安置问题 没有错 没有错 之后再追究责任 是 明白 我先和骂鸣先生谈到 好 多谢你的意见 其实骂鸣先生说到 最重要的是 紧急的处置 处理的安置要紧 之后再追究责任 其实 说回来的问题 就是一直在说 就是楼宇业主 其实对楼宇的身体 如果有医生病 例子就是 自己身体好不好 我想自己有第一责任 当然对楼宇的小业主 当然对自己楼宇的结构 也有一定的责任 或者问一下余先生 对于这个所谓的验鸣 或者如何平时去维护 我相信 验鸣的这个法例上面 就有一定的规定 但就不是强制性 你觉得 接下来应该政府 如何去鼓励大家居民 真的会自己去做这个验鸣的动作 我认为应该有个强制性 既然法例存在的时候 就是以往做得不好 有漏洞 那就要做正确 起码或者也可以这样 就是好像一间企业的契合 它有内部的契合 如果上市的公司 还有外面聘请的契合 就是有自己的 有外面的一起去契合 如果他自己不验楼 他要负起的责任 政府也要抽查 有些就算他未到一个验楼的期 如果你为了安全的时候 都要去验 但是现在我们政府的人手 常常说不足 那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都有一个机制 如果政府人不足的时候 可以有些工作去外判 正如现在清洁公司 它都是专营公司 这个机制可以谈的 这个不难 但希望政府先做正确 如果不是我们安全也不知道如何 我经常在打风下雨的日子 有时开车经过的地方 即是说名字都不要紧要 要大家留意 就是龙苑 龙苑的前身 大家知道当时是雕胸过去瓦柏花苑 经常都看到那些纸皮石 剝下跌下来 它直接在地上 大概在铺位上面 装了铁网 用来承载纸皮石 究竟那里除了剝下这些 有没有其他危险呢 我都希望政府 不要只是说 顶着那些纸皮石就算数 是要检验一检 它外场结构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维修也要 维修的钱哪个体数呢 依法律去做 或者有没有一些因素 另外去量度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在意识亭前地附近的建筑物 政府又帮它去粉七一身 因为想吸引游客 是不是都有一些厚指薄鼻呢 不只是扮靚 还要扮好 靚是很重要 但是身体健康 我想更加重要 希望政府吸取今次的教训 其实政府已经算很幸运 澳门莲花保地 不见有什么大的伤亡 这个真是幸运 如果发生了事的时候 追究责任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轻松 我希望巨虎花园 既然户数不多的时候 可不可以特事特办 然后再追究责任 包括 包括签建比较严重 是否在责任上也有比率 即各个签建的程度不同 他应该负责任的程度也是不同 我有这个看法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李先生在线 李先生你好 我相信有关部门就很少 因为我认识过建筑 一些皮毛 那方面的知识 不要说是专业 那方面有问题 影响环境有问题 但是倒楼也没见过 我也有个朋友 做消防员 也没有因为所谓的缴建 就造成严重的伤亡 甚至火警消死 这是一个现实 这个不是很急事 问题 巨虎花园究竟是否是缴建 我相信有关部门 因为我也是讀过建筑 一些皮毛 那方面的知识 不要说是专业 起码有通息 只是说 一间住宅 百里母规定 你要去认几多人 建筑行来说 有静贺统和活贺统 即是流动性贺统 和死贺统 即是静定结构的一种贺统 通常所谓家建 那些 根本是对楼域的影响不大 它软小于活贺统的 是一個對樓宇影響結構的一個影響 這些基本上很多 中央酒店本來五層 現在起到十一層 幾十年有沒有事? 如果你有事的 拜託你海瓊先起六層 究竟他起六層之前的建築設計 那個結構設計有沒有預料 如果有的,即是說有預錨 沒有的,拜託立即拆掉 對嗎? 對,絕對 如果你作為一個公眾輿論者 我也期望你在這一方面 真是做點功夫,為大眾 所以我剛才說 就算有些人遷見 程度不同,責任不同 即是欺負那些巨風花 那些居民對這方面沒有常識 我們以前開派對 七十年代年輕時來 四、五十人在三方廳的單位 開廳突然停 不叫他倒樓 你甚麼時候 甚麼花籠 甚麼可以頂得住三十多人的負荷 我看過這些舊樓 你打算有時間打算 因為花籠幾十年在澳門 一向都有人建花籠 我不是贊成起花籠 適合預承的問題 我是說現實問題 是因為這樣而影響結構 是說現實問題,不說法律 當務之急要先幫助住戶 當務之急要先幫助住戶 你現在要找出一個原因 你現在一拆掉它就毀屍滅跡 還有我想李先生 應該這個原因的方面 譬如政府他只是有做過現了報告的 他要拿出來 是不是 我現在這個現階段 政府有關部門做錯了那麼多事 他都沒有問過責 他還可以有顏念去說這件事 沒錯 你是這個問題 現在他這麼多專業部門 都能夠出這麼大的錯 我們靠他監管找他做眼 我個信債他出多少萬 多少成億 他的部門 我想一年的黃糧多少億 如果還這麼大聲說 一年前如何如何 這一年都做不到事 應該要負你的責任 你不要再找遷建那件事 說影響巨峰花園 因為我們現實上過去幾十年 是沒有這個問題發生的 以前那些更重 以前用鐵 現在用不鏽鋼輕很多了 是不是 阿姨先生 是 那你說 你那個所謂Follow 你怎樣頂得住幾十年 在這間屋裡一次過在一個單位 好 我們三個單位 我希望舉報那些住客 是 他們真的一定要站出來 爭取他們的利益 不是責任 千萬不要拆掉 你們所有權利 全部毀屍滅跡 都沒有了 我不是巨峰花園 我是瑞峰花園的業者 我一個都不認識 我可以利益申報 好 明白 我知道他跟緊張 我是看不過眼的 我都要做 好 明白 李先生是表達的正義 好 歡迎回來 繼續澳門開講 剛才說到有關於驗樓的問題 始終小業主對於自己的住宅單位 亦都有可以說第一的責任 或者問問胡先生 對於驗樓 特別剛才余先生提到 強制驗樓有什麼看法 用醫生病人的例子 一個差不多成年人 如果對自己的身體好 每年都要做個身體檢查 其實驗樓政府有建議要五年驗一次 但不是一個強制性 因為住戶的大廈有很多個住戶 大家都要有自己的家 可能是被錢都不認識的 如果大家夾錢去驗樓的話 是否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沒有法律要求 如果你強制的話 大家都要坐馬 我們要每五年做一次 大家都會有談 第二件事 就是對於驗樓的情況 其實澳門來說 我也希望跟專業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在驗樓方面 也有一個專業的驗樓師 或者是有一些結構工程師 也有其他不同的專業分工 在澳門這方面 其實還未完善 但是否可以照著這個機會 其實都建議了政府很多年了 是否在職黨時候再推出一些專業的認證 亦都是分了不同的專業 去細分不同的項目 讓市民、政府都知道發生什麼問題 譬如驗樓的可以真的找一個專業的 譬如檢測中心 或者是一些驗樓的專業的工程師 或者是建築師 或者是抄樓師 其實很多的專業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在鄰近地區其實是有的 譬如你買樓時 亦都有專業的服務 幫你去移馬等樓 去拿一些測試的儀器 因為以往儀器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現在可能一支手槍那麼大小 就可以測到一個石市結構 符合標準 或者可以用紅外線 看看裡面有沒有流水 管線是怎樣走的 有沒有管線可能不小心 可能你以後打開口釘下去 打開水喉的長期滲水 導致鋼筋有問題 所以變成其實這一方面 因為社會發展 每一行每一頁 醫生都有分內科、心臟科、小兒科 牙科都分 我希望亦都在工程業界 政府方面加緊工作 分好專業分工 明白 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袁先生在線 袁先生你好 你好 主席 你好 阿余先生好 各位工業師好 你好 有一個問題我想和阿余先生 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聽聽你的高見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 整體來說 兩座大廈都是屬於災民來的 是的 是吧 但是我們要政府怎麼面對災民 如何公平去看待這個問題 這個呢 在政治智慧方面 我們市民心目中已經有了數了 即是說你的民望去哪裏 這個是很關鍵的 沒錯 還有各級思想 局級思想 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中 尤其是你的處理職業智慧去到哪裏 這個我們市民中已經下落到出來了 但是我們要談的事情就是經什麼呢 就在問你這裏說是如常生活 你如海使得如常生活 這個是他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那問題就開始了 一個呢 同一個老爸 子女都是這樣患難了的 有傾斜性的援助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等於火災之後你要幫那些災民 是不是他的小朋友玩火 另外再追究 我告訴你 這個責任問題 這個責任問題 有助於政府去再慢慢追討 這個市民呢 去期待他另外一個評估 幫助他先 問題你首先一樣的 就是我只要談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反過你既然忠説得給他的話 希望呢 正所謂一方有能 八方支持 市民呢 如果有屋租出來的話 你就不要趁火打劫 他有9000元的房子 保座 他又放9000元的租 這樣我覺得 我覺得私心就比較大一點了 我們一定要慷慨一點 我們一定要慷慨一點 我的電視機的旁邊 所呼籲所有的觀眾 他們都是爛民來的 明白 他們是在等待一個地方 等待一個政府的答覆 而是得到一小小的援助 他們只要做事 很龐蠻 希望不要吃到盡 希望地產商這方面 就要理解放鬆這方面的事 明白 原來有一個問題 我想和工程師 分享一些 原生時間關來可能要快一點 我快一點 很快一分鐘打定 還有這是我個人的知識 跟這位工程師探討一下 其實說真的 你所謂叫做 剛才有一位工長說 一拆到他為私物職 這件事也是很客觀的 這個問題是有時的事 你也知道 灰爐便是灰爐 猶磯便是猶磯 是嗎 其實這原因 你保保留留 你撐起來 究竟是不是這麼安全? 別人會否解決了本身的疑慮 非截越線是這麼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現在我們和你談到這裡 謝謝你的電話 另外還有廣先生在線 廣先生你好 廣先生 你好廣先生 時間關係可能真的要把握時間 廣先生你好 余先生你好 余康雲你好 第一件事關於季婦和善風 我第一件事 希望當局注視和 還有巨庫花園的業主 小業主也好 哪裏也好 注意一點在法律上 第一希望公務局要記住 暫時不要動 你不要叫人家四十日三十日 四十五日拆射 這個在調查期間 要調查究竟結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你一拆了就沒有了 你即是把證據 丟到一邊 兇殺案馬上火化 沒有證據 千萬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巨庫花園 給他們這樣做 你們沒有追溯期 也沒有追溯期 因為他已經毀滅了 為什麼呢 剛剛剛剛 大家很清楚 最近 這些沒多久的事 我們行政局都出了一件事 每個公務員都要簽名 不准講關於內部的事 或者影印 其實就是想掩蓋全部人 怕出現 好像十個墓地 出了一些資料出來 所以這個 這些花園 善風各樣都一樣 其實說真的 你花籠不花籠 或者什麼 每一間屋 有人放些浴缸 幾噸重 你不去看 有人開派對 幾十人 不見他想 這些事根本 還有一件事 你好像你講善風 建築商同期間建的 是很多場 為什麼你不去查一下 這些事情 不可能 好像鮮陽兄 你都說得很對 一年前你已經發覺 這件事 難道你好像國際中心 當它先爆了嗎 現在你就想拆掉它 想毀滅證據嗎 而且還出了一條這樣的法例 出來說 不是一個這樣的通告 叫人 不准 有一兩人都不准 說 你離職罷免了職 就算你坐牢 你做公務人員 都不准說政府裏面的事 廣山 除了保存證據之外 還有什麼意見 我講回這個樓宇的問題 有一點 廣山 我跟你說 如果你在這一方面 如果你一旦拆掉了 我們已經不需要再說 還有一件事 我告訴你 這些真確性假的文件 為什麼政府不肯公佈呢 是有很多原因的 因為很簡單說一件事 現在十八大來 十一月八號 沒什麼大得過他 有很多事情 剛才有先生說 各級司長 明白 廣山 是 公報人員 最後只有一句 千萬不要先被拆掉 驗清楚 明白 是誰的責任 OK 都是廣山的電話 除了樓宇本身 也有機會存在的問題 包括你講一下 善峰發言的例子 其實初步報告顯示 其實自己的運營圖都有問題 我先問問胡先生 其實對於現在相關的運營圖 在水泥尺尺方面 質量的監管足夠嗎 機制上 機制上是足夠的 是 因為他在由出廠 其實每一個運營圖車 都會去做一個抽氧檢查 現場也是有工程人員去監管 當然在運營過程當中 亦都需要計算的時間 即是出廠的時間 雖然不可以出太久 是曉智的時間 即是落石市的時間 亦都控制得好 近日出了很多說 會不會天氣影響 其實這些都是有多方面的影響 但是以現階段來說 其實我覺得也是足夠 因為始終是有承建商 有現場監管 亦都可以 以及有政府的簽字 很多時候才可以落石市 你覺得現在對於石市本身 監管的機制相對是完善的 相對是完善的 問題就是具體真的執行 或是施貢的方面 剛才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市業主 其實自己的大廈 有沒有潛建 或者對於樓宇相關的知識 其實我自己感覺相對比較缺乏 特別在澳門現在來說 看到其實政府早前 都吹出了一個關於 潛建方面的指引 或者余先生 覺得接下來 這方面的知識 是否真的要做多一點的宣傳教育 我覺得既然一般市民 都要做花籠或者花架 可否將它標準化 以及規定如果是這樣做的時候 是有一個標準 不能夠超過標準 給一個尺度 就是示範這樣可以做 變成一些安裝花籠的工程公司 索性可以照一個標準去做 甚至起樓的時候 預料是有些東西可以負荷的 正如你見到一些樓宇 是預料的位置 人家安裝冷氣機 窗口機部分 或者是分體的窗口機 另外一個部分 甚至我們見到有些城市 它是預料去水排水 我們反而是澳門沒有強制 我見大陸一些小的城市 它都有的 我希望有些東西 將它標準化 居民是需要有的時候 是迎合居民的需要 而我們結構上是可以的 工程公司也可以做的 是幾贏的 這個局面是好的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這個觀念上 潛建不是等於花籠 因為澳門近年政府 才做一些裝修工程 有些規管 就是比較實質性 以往發現 很多是結構性的場 結構性的結構 就會被一些住戶拆除 將間房開大一點 或者兩個間隔之間 將一個主力牆拆除 這些其實對大廈本身有影響 剛才有些聽眾說到 很多人聚入活河災 靜河災 其實我們是計數時 有一個考慮的因素 都考慮了下去 但問題是 現在的潛建 不只是一個花籠那麼簡單 可能是潛建多一層 甚至多兩層的住宅單位 也將一些主要的結構場 拆除了 這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在其他地區 鄰近都有 碼頭圍道 這些石燈